大家好 现在是2月8号下午1点左右 我们接到消息 今天12点起将有200名左右的新冠肺炎患者 陆续从武汉各个定点医院转运到火神山医院 我们现在就正在去火神山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窗外正有救护车驶过 我们现在正处在火神山医院隔离区的外面 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开进来了 医护人员正在准备接收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梯子上 被一个蓝色的围栏隔在外面 好 我们看到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正在陆续的进入医院 因为这次转运 它要一直持续到晚间 也就是2月8号的晚间 所以我们就先去看一看 咱们的医护人员 为接收病人做准备的情况 那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 我已经帮大家所要做的事情 发到我们手机上了 就是检查哪些东西 在那边 而这里都ß兵 他从中国年参加 写人员一年 也就留在订兴 都会做的事情 的话 就会好的 如果我们来看看 我们到底在这边 看到拂净 这边 最好的 这样 全部 加 很多 наш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